這個可能是加95 所以95關起來 然後轉到95 好不好 它就是轉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通了 拿起925千汽油的油槍 準備加油 但單價表卻顯示95的價格 27.2元 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我幫你加19公升好不好 日前一位江西民眾 加完油回家檢查發票 赫然發現 他加31.42公升的92汽油 要付917元 但仔細一算 正確價格明明就是807元 整整多付了110元 疑問之下才知道 原來加油站算成 酒吧汽油的價格 我都幾台問題 我怎麼挑酒吧 我問你挑酒吧 你在這裡922 你在這裡介紹你922挑酒吧 江西民眾發現後 立刻回到加油站理論 店長知道出包了 馬上退他錢 但這樣的烏龍事件 已經不是第一次 聽說你之前也有發生過了 可是因為我們就是 當下就發現 所以就是會當下處理 因為它是系統抓那個 單價的問題 所以它是連線上的問題 原來問題出在油槍的連線設定 店長表示會多加留意 但事關荷包 一般民眾聽了好擔心 那你如果發現有被灌水 你以後還會去這一家加油站 當然就不會 如果有被我發現的話 不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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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站長目前已經通知工程人員 做出處理 只是連電腦控制的油槍算錢都會出包 民眾可要睜大眼睛了 記者竹丁榮 吉隆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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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